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在淡宰岛的马路两侧 栽了非常多颗绿色的树木 这些树木个头很高 甚至有的长得比淡宰岛的楼房都高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这些树木它们都是野生的 错大错特错 它们是被一只淡宰 一颗一颗的栽到淡宰岛上的 你们难道不好奇 给淡宰岛栽树的这只淡宰 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淡宰岛中的绿色树木 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特点 它们叶子都是半圆球体 如果你见过淡宰岛的绿色树木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绿色树木有两种 第二种绿色树木 就是在淡宰边缘的淡宰工艺林中的绿色树木 它枝繁叶茂叶子 不是第一种绿色树木的半圆球体叶子 而给淡宰工艺林栽树的这只淡宰就站在大树下 是个系统蛋 NPC名字叫能量球博士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山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宰岛马路两侧长的这些绿色树木 究竟是谁把它们种植到淡宰岛上的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宰岛 找到了植树绿色树木的这只淡宰 它就是系统蛋 NPC淡宰岛中的打工蛋 打工蛋它就和能量球博士一样 在树下待着 所以很显然 打工蛋就是种植淡宰岛这绿色树木的淡宰 不然的话 它为什么每天都待在树下和能量球 博士一样都是不肯离开树半部